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是外弹 哎呦这个传球 横传球啊 前场四打二 被盖掉了 这次前场多打少 没有能够利用很好 看卢奕文外线 有了 前场比赛的第一次得分 来自卢奕文的外线投手 深圳队首发这套阵容啊 你要说谁最瘦呢 卢奕文人最瘦 贺锡宁和顾全啊 这都是相当强壮的混合 好球啊 找到了沈子杰的空大 这是今天吉林队要面对的大快一些 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因为如果等阵地落稳之后再去破深圳队的联防的话 内线的高度不足的这个问题会被无限的放大 沈子杰打进了本场比赛第二个 沈子杰打进了本场比赛第二个 沈子杰打得够难的啊 沈子杰送上一次封盖 沈子杰上一场比赛贡献了四个盖帽 在完成绝杀之夜之后啊 面对天津队状态依旧非常火热 卢奕文第二个三分 无球的跑动相当出色 又是布克啊 布克的突破吸引夹西 交给沈子杰 只要把李安吸引到 沈子杰就有好机会 不可突进来 再找沈子杰 后仰跳投 还有 沈子杰四投全中 沈子杰已经两贩了 看下一个回合会不会做出调整 往里边给 沈子杰面对李安要单打吗 篮下没人管啊 你看现在啊 不管十一个 其中这个进攻篮板球被浙江队抢了一个二十一比十 所以今天开场之后这个护匡 还是能够看到吸取了上一场的教训 吴奕文还中 李安进攻端舞中一 这是第一个运动战斗分子 盧亦文再次尝试 还有 自连中啊 再给基地 深圳队内线收缩非常快 往前敞掉 顾拳 刚刚好的机会 两分有效 造成方法队暂停 现在圣灵队内外都有 我打的有点过于困难 伯顿 伯顿的这一招啊 金灵队一定要去扑出来 伯顿 一个大幅度变相突到进去 左手上篮命中 后 上线无求掩护给江伟泽创造头三分的机会 伯顿 伯顿拔一个 还紧 瓊斯运球找节奏间隙的这种预判还是挺准的 还是能投进 比较 图拳第一下没有机会 再找 伯顿 还来 三不沾啊 往里边给 金灵队 再找伯顿 伯顿海拔 还有吗 这一幕颇为熟悉啊 又是第二锦 又是伯顿 伯顿突进来 还有 好球 掉身后 好球啊 中程的身高如果防 真人队都回去回防了 结果这边把球堵了 于良点起来 中投 非常稳健 好球 空接 漂亮 这不跑出路线啊 特别精确 而且 抢断 三打一 再来一个有吗 这球 徐天忆明显防守重点 这个球又是突破 李安只要往伐球线的附近一走啊 沈子杰绝对切篮下 不过今天 吉林队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是 他知道这个 二加一 不可 知道深圳队 都给补上 再来 跟刚才那个空接啊 几乎一模一样 角度都差不多 不过 崔敬平得到九分 不可 和吉宁 再找袁立一 两人之间 数次的传导 太细致了啊 胡亦文最后两秒钟 急停中投 好球 真正在打得越细致 篮板 两罚不中 伯顿 斩变反击 这一里一外就是四分 强打不中 篮板球在神子杰手里 伯顿 上球上得非常好 不全反击命中 全身对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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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对坏人